女生我觉得不管怎样 要回一趟家 哪怕回家跟父母打过招呼之后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我再到北京也好 上海也好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因为你成年了 二十二岁 这是必须要面对她 好吗 好 这件事情也要做 还有一个就是 结婚这件事 真的可以不那么急 慢慢来吧 女生倒是真的应该考虑好 还着急结吗 听了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应该 就是 结婚是真的相爱了 真的要在一起再接 别考虑其他因素 好吗 好的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刚才听老师说了这么多 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急性子 完了做事呢 也是欠考虑 所以能希望 我跟你一起回去 面对父母 我知道平时你对我挺好的 可是有时候 有一些事情 你根本就没想过 也没想过后果 所以说 你就不要再抠了 完了 我知道自己已经做错了 希望 但愿咱们俩 还能一起走下去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有的时候你面对这样生活难题的时候 你再想 爱情的力量 到底足不足够战胜所谓生活的一切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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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出来 是因为不分手 对吧 没说就要嫁 对吧 只是答应继续相处 是这意思吧 是 别会错意了你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边 这边 来 把这个戒指给说 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你 你嫁给我吧 我知道我们现在不适合 但是我会努力的 请亮灯 家旅行 别有压力啊 我 我们这节目的这个所谓订婚仪式是说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忘记以前的这个情感当中的不愉快 好好地去经营这段爱情 好好的去经营这段爱情 结婚 路还很远 别有压力啊 来 姑娘 这个送给你 要保湿一杯湿 带着她 哎 回家送给她妈 你看还舍不得 回去 谢谢两位 这一对年轻人其实在生活里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希望今天老师们的提示能带给他们一些启迪 愿他们早日回家 见到自己的父母 愿他们的父母们早日安心 也愿他们能够找到属于他们俩自己的幸福